中国古代一直是家天下的局面 非常注重血缘关系 所以一直有皇亲国妻这种说法 他们的社会地位 以及所享受的奢华生活 往往成为别人关注与羡慕的对象 中国古代还有一种说法 那就是九世乞丐才能换的一世帝王 古代帝王家族不仅代表着富贵 更代表了权利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人物 便是末代皇帝爱心觉罗溥仪的弟弟仆人 1918年 北京石岔海北岸的纯青王府 传出了婴儿的体哭声 接生婆眉开眼笑地说道 摄政王 孩子生了 母子平安 是个龙肿 一个年仅四十 身穿西装的男子皱着眉头说道 都什么年代了 还叫摄政王 说完 他便让管家拿出十块钱给了接生婆 催促别再乱说话 快点离开 这个男子 便是大名鼎鼎的晚清摄政王崽峰 不过摄政王前面还要加上曾经的三字 因为早在1912年 清朝已被推翻 宣统帝退位 爱心觉罗家族风光不在 虽然说崽峰没有魄力 但是有一个长处 那就是他的生育能力特别强 两个附近为他总共生育了十一个子女 而出生的这个男孩 便是崽峰的第四个儿子 比哥哥溥仪整整小了十二岁 按照辈分 慈禧太后也算是仆人的奶奶 尽管身为皇族后裔 天生具有敏感的身份 但是仆人却能平稳度过日军清华 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 一直活到了2015年 已97岁的高龄 寿终正寝 不问其中的缘由 只能说仆人实乃怪人 第一怪 性格 金尊清九斗十千 玉盘真修之万浅 虽然仆人出生时 大清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纯亲王府的家底还是有的 有丰富的条件 可以供他纵情声色 但他却从未沉醉于这种浮华之中 仆人的性格非常独特 作为一个家世背景如此显赫的皇族后裔 他拥有太多可以骄纵形式的底气 然而仆人却是一个小心慎微的人 且勤俭与低调 诞生于帝王之家 历尽坎坷磨难 本分克己 奉公楷模是仆人的忘年娇 这是著名的收藏家曹金梦先生 对仆人的评价 而仆人这种独特的性格 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他的父亲摄政王崽峰 从来都不是一个野心家 对于权势并无太多的热爱 这一点被仆人很好的继承 辛亥革命后 崽峰主动放弃了权力 辞去职位 作为摄政王 已经耗尽了他全部的心力 他早就厌倦了这种宫廷权力斗争 崽峰心中明白 大清灭亡已成定局 谁都不可阻挡 所以他没有做任何阻拦历史进程的事情 他没有反抗革命 没有参加张勋复辟 没有反对宣统退位 因而在清朝已老的眼中 正是崽峰断送了大清的江山 而退休后的崽峰在纯亲王府深入检出 不受各方势力的拉拢和影响 仆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父亲在应对这些势力时的慎重周旋 让他懂得了在特殊时期为人小心谨慎的重要性 仆人因此行事异常低调简朴 满洲国覆灭后 溥仪和溥杰两位哥哥不知所踪 父亲载风病重 正是仆人撑起了偌大的纯亲王府 而纯亲王府就像一块肥肉 不仅日本人对其虎视眈眈 连后来的国民党驻军也颇为看重 面对这些外患 仆人始终保持小心慎微的态度与之周旋 纯亲王府乃祖宗基业 绝不能被旁人抢去 仆人常常为此彻夜难免 绞尽脑汁想求的一个能保全纯亲王府的方案 最终他心血来潮 那就是想用朗朗读书生来破除他人的利益熏心 仆人想要在纯亲王府内设学堂 这样一来 王府作为办学之地就无法被无共没收 又能造福寻常百姓家庭 给孩子们受教育的机会 他便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 而此时的载风重病在床 并容憔悴 但他还是颤颤巍巍的伸出一只手 用虚弱的声音说了一句 此乃良策 第二怪 价值观 满洲国建立后 仆人曾与父亲载风到东北探望溥仪 这场探亲之旅 全然出于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并不掺杂任何其他目的 但在二人即将返程之际 却被日本人扣留 只因日本人看中他们的身份 要他们在满洲国任职 仆人和父亲载风屡屡婉拒 但日本人不为所动 对他们威逼利诱 无奈之下 载风洋装水土不服 日日卧床狂吐 做出茶饭不思之状 成功骗过了日本人 父子二人 才得以平安离开 而这场特殊的探亲之旅 也给仆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心中 这场普普通通的探亲 却由于特殊的身份 被染上了政治色彩 遭受了一场无望之灾 差点被卷入政治漩涡 在离开满洲国后 仆人就在心中暗暗发誓 以后绝不沾染政治 唯愿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什么王权富贵 功名利禄 权如浮云 仆人淡薄名利的价值观 就在这样的事件中 一次次被锤炼 而开设学堂 既可保全纯亲王府 又可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正合他的心意 仆人马上对纯亲王府的旧物 进行改造 配备学生上课时所需的桌椅 至此由仆人担任校长的 敬业小学 就此设立在了纯亲王府 仆人心怀大爱 他所招收的学生 都是附近的贫苦家庭学子 敬业小学设立后 纯亲王府才得以保全 而且还有学费 可以支撑日常生活 仆人的每一天都过得无比充实 此后他改名为金友之 以全新的面貌 成为了一名普通教师 1949年之后 政府初前收购了这出 作为载封私产的纯亲王府 仆人得知 王府将改建为一所高级学校 欣然举家搬往东城卫家胡同 但他的教育生涯 却没有就此结束 后来又任职于西板桥小学 直至退休 春残道死四方禁 蜡锯成灰味屎干 朴仁用行动对这句话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他发挥了自己所有的余热 为他的学生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在学生们的眼中 金老师生活勤俭 淡薄名利 对于朴仁来说 生活上一丹石 一瓢瓶便已足够 而朴仁的晚年生活 是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度过的 作为一个经历很多历史重大事件的皇族后裔 对于青史的研究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为了能写出更贴近历史的著作 长期泡在图书馆内 力求真实 他的代表作由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 在文章中 朴仁对于晚清皇子的生活和学习 做出了详尽的介绍 使读者看到了皇子们不为人知的一面 除此之外 朴仁还整理了父亲宰封所著的史的日记 这是他晚年投入心血最多的著作 第三怪 教育观 对于后代的教育问题 朴仁也秉持着自己独特的观点 大多数家长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但朴仁从未对子女有过高的要求 反而更注重对于孩子性格的培养 他最主要的教育观念是无论做什么 都要凭借自己的力量 自食其力 坚决不可以有不劳而获的想法 在朴仁的后代中 有三个孩子最为优秀 那就是金玉兰 金玉杖和金玉拳 2015年4月10日 朴仁以97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在束缚晚联中 宁静致远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这是对他一生最贴切的注解 从皇室贵胄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朴仁做出了太多改变和努力 纵观朴仁其一生 远离了末代皇室的惊涛骇浪 随着朴仁的去世 末代皇帝皆已离世 朴仁其一生